去攻他的大仓了 是 当然了 圈形刷新过后呢 那圈边的摩擦肯定会再度的一注七发 是的 ST选择要冲一下AG的枪线火力网 AG想走 舒涵在帮着架枪 看看这个位置 15ZY失败 哦 在车上的时候被烧着了 一个火给流了下来 而且刚才那个载具也已经冒烟了嘛 这里ST成功防守的经典是DKG跟琴九 DKG这边也是防守住了 想把身后的琴九清干净 对 而且琴九这里有点 刚才吃到了幸好圈的伤害 哦 又是守住了 守住了体坛这一边的 他应该是攻了体坛的防御区 是一开始雕文剑从东南侧扎过来嘛 他趴了很长时间了这个地方 对 而且之前 另是收掉了一个体坛的队员 他知道体坛的人少 嗯 NV等于是民战队 站住了那个小厕所之后 待会就要看 有没有队伍去冲他了 只能等圈形 而且他那个位置 主要是一个比较难受的是 车不太要保 对 基本你来了这里 你就别想离开 对对对 但是也是个硬眼体嘛 就看其他队伍待会有没有地方去 是的 天坝这里是来攻TMG的 知道TMG被他打掉两个人 现在是一个人数优势 完成了山上之后 这里直接来攻防御区 还是爱笑 爱笑上一局就是枪线位给了天坝很大的苦头 对 这里小南当心自己身位的暴露 现在是在一个房顶 小南是感觉到了 他不在房子内在房顶 看到了 阿杰刚才投投之物的时候 已经被发现了 这里有机会拉过来 没有问题 跳下来 那还剩下一个爱笑 爱笑这个地方想走的话不太好走 GG还是很灵活的 你的爱是他的体重 这里投之物有没有机会 大概是锁定了位置 捏一颗顺爆 看这个雷效果怎么样 好像差到了一点点血皮 爱笑这边也是烟雾弹封起来 延缓一下 听到脚步了 等队友别着急 包夹一下 对 打个鞋筒 没有问题 这边也是顺势拿下 但这个房区也没有很好 它只有一点点的一个角落在圈内 对 但是目前是在圈的嘛 然后把载具保一保 然后看下个圈怎么刷 是 这边的NV腾韵视频战队呢 也是对于DKG的残编 围追堵截 对 枪显驱赶一下 然后这里微博是来到了 北部的一个小野区 微博拉得这么开吗 微博这个地方踩了两三个点啊 应该知道AG本来也是残编 对 但这里就是贪嘛 如果对方来的人比较多 他就直接跑 果然啊 这边也是掉头就先走 是的 感觉这边应该不止一个有胜力量 还有TC的枪线在下面管着 不太好再往前走 这是微博后来这几周做出了一个改变嘛 之前他前几周都是比较贪 然后被逐个击破 目前也是吸取了很多教训嘛 是 还是要人员相对来说火力集中一些啊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种钢枪队伍来讲 是 你看到Showtime这里知道了 这个幸福村的坡顶是不好踩的 对 还是要先下来集合 集合之后再从下面往上打要好打一点 是 而且呢他知道这边 童家宝应该是一个编制还不错的队伍 选择先守住自己的长条房 这个长条房还是蛮关键的 而且这个长条房的这一侧 就是面对幸福村这一侧 它是可以随便上的 只要有架枪 这个地方Showtime如果想跟童家宝决移 这个胜负的话应该要快一点了 不然的话待会儿这一个月亮弯 可能要被LGD去登上 是的 他们肯定是要打一架的 然后包括NV同意视频 如果看到你们打起来有可能会来劝 或者是直接扎这里的草垛 NV同意视频战队应该是先要有人架枪 派自己 哎呀 很难出去 这个地方就再去又不好保 然后人一旦翻出来可能就要吃枪线 对 不过如果是倒在房区内的话 还能服 是 来看一下刚才一波回放 不要连倒一个 不要连倒一个 来来来来 我走 我连他 来来来 直接拉 接拉 到了吧 就来了 就来了 他在哪 他给我在你们头上 你们头上 抓他 抓他 来来来 进不及不及 我再看他 太阳停了 没来 哇 刚才这波已经非常果断了 但是这个地方 NV同意视频战队 好像已经是选择要 赌一手圈外的天霸 对 这里GG是放到了Power Boy 人员比较密集 马上就可以扶人 但是天霸要贴到近点 还是有一段路程 是 但是他们有个皇儿 是在圈内架枪的 不知道这个地方 能不能够管得到房内的枪线啊 这个房间内打架的话 外面架枪其实意义不大 对 目前就是一个三打三嘛 皇儿是肯定帮不了了 是 这里Gimmy是只能自己一个人 卡楼梯口 旁边的Order这个地方 也被放倒了 这边扛着火上来吗 哇 也是抓了一个timing啊 知道你在扔东西 直接不给你机会往上拉 而且天霸这边完全就不把身卫 往房区外面放 以至于King那个点 我真的架不到人啊 对的 那天霸也是一种 誓死如归的打法 是 这个地方确实 如果不进来打的话 圈边是真的没有位置 对的 那这里现在是一个三打一 天霸只要不着急 等到那个火散掉之后 打一个鞋铜 是 Jimmy这个地方 还要最后再往外 扔一个投掷五 投掷五这一波 应该要全部清空了 封一个火墙 但自己生存的地方 也被自己封住了呀 踩在一个床上面 领域失误了 这个地方是把咕咕咕咕给放倒了 把天霸的投掷物一生之敌呀 Jimmy说 你对我这么好吗 这不是雷倒 就是火倒 是 这个地方给到了Jimmy 无限长的拖延机会 而且Jimmy 这里又烧到了 那现在Jimmy可以操作了 是 一打一 这个地方真的有机会了 怎么说 要不要翻下去 我感觉Jimmy这个时候 应该还在算人数 还在算 该翻下去了 哇 没了 这边已经开始闪光弹了 拉进来一个提前枪 又打一个 还只有一个 还差一个 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最后穿掉全队 还在找人 现在不着急 先打个要 双方都冷静一下 对 而且自己其实送了一个黄二 在这个圈内嘛 对 排名分上还不会因为这一架 就直接断 打完要赶紧拉下来 能不能一穿三 这里是打跟他一个peak 但是这个地方刚才需要灌弹 哎呀 差一点点 哇 就差一枪 真的就差一枪 而且刚才还被这个两个窗口中间的墙壁挡掉了很多发子弹 包括原点的TC当时也是打了Jimmy一两枪 哎 最后TC收到了Jimmy 天马说我打了这么久 浪费了这么多的投资物 最后被你TC收分了 对的 你让我面子往哪搁 当然了 这个圈形也是往北部进一步刷新 LGD非常舒服 对的 LGD猫猫现在位置其实有点分散 其实这个圈刷出来就可以结合了 但是对于show time来说很伤啊 他们刚才没有完全限制住童家宝 反而让童家宝先派人摸上了这个月亮弯 是的 那他也是刚刚把山顶放了嘛 后面可能是在一些沟通方面不太好上这个山 所以被童家宝卡在山下 那童家宝现在反而站起高点 这个高点的枪线配合就把show time卡得非常的难受了 对的 而且要进圈的话 你再往里扎基本上都没有位置了 里面的厕所和一个草垛都是不太好进去的一个位置 是 在这个地方show time有点慢性淘汰 慢性死亡的意思啊 对的 而且这一把show time应该也是没有拿到太多的分数 除了前期的8分 确实是这个圈形刷完了之后圈边队伍非常难走 比如说大将军这个地方就是来等你TC的 是想来到这个厕所这边 但是这个位置微博是已经不好防线了 虎连打两人配合着自己的Z9 还有三个手雷 扎宝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能活下来 而且队友这边完全不能服 身后的信号圈也是不停地在追赶 对要看大将军这个雷扔的好不好 怎么扔进来了 差一点是把自己扎到了 这个地方继续投掷物的一个试探 对 但是对面也是不停地在扑烟在找机会 是的 这个位置确实是不好待 因为微博是率先把这个厕所踩住了嘛 是 而且大将军身后其他人这边的枪线 也是不停地在往这边支援 对 而且他们是个高打敌 你要打对方的架枪 对方架枪只会露一小个头 但是你可能露的是半身 是 那当然了 刚才一个上级视角也看到 TC的渣宝是感觉你北部进不去 也是往南部去找机会了 TC的位置只能去那个草垛嘛 一开始我讲的那个草垛 那LGD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是一个小低点啊 要看下一个圈形 下一个圈形是给微博还是给他们 对 但是我感觉啊 不管怎么给 老干爹这个房区都是载圈的 都是香的 而且他们把猫猫拉出去了 猫猫其实拉到了这个大框山下面的反鞋 对 猫猫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倒地 倒地的话救不了 对 倒地人救不了 而且自己这个地方也浪费了 是的 这里是为老干爹拉开一个枪线 看一下下一个圈形 下一个圈形会往哪里去刷 也关乎了黄儿的命运 哦 这里是把NV腾讯视频和童家宝都刷了出去 TC照样很难走 而且扎宝那个草垛 其实正好不在圈 还被发现了 对的 怎么说 黄儿是最后换分的机会了 但是你要看 黄儿的位置比扎宝更靠圈外一点 所以说等这个圈刷过来之后呢 是扎宝来卡黄儿 是 因为确实是扎宝那边更窄嘛 也是蓝圈动得比较慢一些 是的 扎宝这边不用急 我只要保护我自己不倒下就行 对的 就不要着急对枪嘛 嗯 卫博这里也是全员的一个收缩 要去清一下卫无线 对的 卫博是要拿到东北部的控制权 今年只有一个卫无线 是 卫博这边拿到整个东北部控制权的话 待会去面对LGD就会轻松很多 卫无线这个手雷效果不错 看能不能炸倒两个人 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预判到位置了 但自己不太敢往上顶啊 对 一打多嘛 哇 这里是放倒了大将军 一波762的压枪 把远处的一个架点的位置给压倒了 对的 大将军那里还不敢有人回去扶 两边封在同志 最好是先封一些过点烟 然后卫无线又打一个明皇 那现在是一打二 这一波哎呀 血量给压了下去 这个地方不能给他打药的机会 Z9和北架A能不能联动起来 是的 我感觉卫无线现在 他可能要往前顶 他要操作起来 操作起来还是有机会的 能不能再来一波 这个地方 一个又打一个 那最后一个怎么说 踩火了非常可惜 没有办法 最后他是Z9扔了火嘛 然后他抬不起枪 对 但是这个地方同样LGD也是收掉了童家宝的残边 对 这里没办法 这里你高点冲低点 然后又是一个防徐围墙 你冲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办法还击的状态嘛 但是对LGD来说还是舒服的 因为刚才那一波架让微博应该拉人的这个时间要有所耽搁了 甚至有可能不能全员地拉起来 目前来说老干爹的位置肯定是更好的 你看老干爹Suki左前方的那个位置 是一个可以带的反驳 而且他们一直知道扎宝的位置 对 所以扎宝刚才也是对过枪 也就是封过烟 自己的位置都是有所显示的 就是你看陈C左前方有一个厕所 那个位置可以带 圈形进一步刷新 还是离两队都不算远 扎宝的这个草舵还是在的 对的 那扎宝要看老干爹 一开始有没有收集到这个信息 如果被扎宝偷一两个的话 其实会比较危险 对 就是这个X先生 有可能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一员 是的 不过北部的微博 也是火速的拳员拉了起来 不知道他们现在 刚才把投资物 有没有个拳用掉 微博这个 你看他马路往前面一点点 有个反坡 然后是可以待的 是 对 微博和LGD 上一把是在前两个圈形 就碎了一波了 这一把是在最后一个圈形 这一把在决赛圈 我直接就不是争夺八分了 我要跟你争夺这一局的鸡 那可有得看 包括刚刚的Z9 最后一打一是非常冷静的处理 不然他们可能就早早都被淘汰了 选择投资物来压你 对的 而且微博如果这一架打赢的话 直接拿下这一击 对于自己面对LGD的气势 可以说是直接搬回来 是的 现在微博只有一些小小的掩体 加上车阵能单 但好在他们是很快拉过了 这个马路 Z9这边选择急火 LGD三人是挤坐了一团 枪线没有铺开 三个人 基本上那里有个小反坡 然后加一个掩体 可能是比较好打的一个方法 主要是他们只有一辆车 如果再多一辆的话 他们可以拉开更开的枪线 这一边其实看下来 大家两边的投资物都不是很好 刚才看了两三个选手 基本上把自己的烟 除了扎宝这样的情况以外 基本上自己的烟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是的 然后这里LGD还要分一些投资物去处理扎宝的话 对于他最后跟微博打一个决战是有点难受的 是 因为扎宝这里其实对于LGD的限制是更大的 哦 这里扎宝还放到了黎一 那这样的话机会会给到微博手里 我扎宝帮你 你怎么还来亲我呢 微博选择先去亲扎宝 不好意思 我担心你帮完我之后你也要害我 是的 这里拉过来 两个人打一个人 不会被他反杀吧 这个地方趴下来 哇 差一点点 还好 利用这个巴士挡了很多枪子弹 最后4打2 LGD的位置更靠蓝圈一点 然后微博已经是拉开了阵线 两边一个枪线的包夹 还剩最后一个有身力量猫猫 4打1一个厕所 而且是马上就要吃到蓝圈的伤害 还有一个火封住了走位 已经吃到蓝圈伤害了 这一把似乎没有疑问 让我们恭喜微博 微博战队 最后微博也是处理得非常好 是 而且主要是TC的扎宝抬了一种 TC扎宝这一波极限的一个1分2 对 我感觉最后微博战队的这个绝带圈 心跳都要打出来了 还有一点是扎宝的防具 是三头三甲 是 对对 对枪上面也有个优势 是 刚才那个地方 还有个再一句帮他挡了很多的子弹 对 哇 这一波最后三人 就三个队伍之间 真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我刚才打你微无限的时候 你险些让我微博 只不愚约前三了 是的 没想到后面你扎宝 还抬了我一手 对吧 就是谁是谁的兄弟还不好说 扎宝上一周也是有一把 拿到了七个讨战吧 但你也是实力非常强劲 而且最后你能看见 虽然作为一个独狼 看是他很敢操作 对 直接是主动拉出来 跟老干爹的三名队员一起对象 TC感觉大家都是这样 非常的果敢的 当然对于微博来说 第一局在前两圈的时候 就碎给老干爹 这一局我直接把你 到手的鸡给抢了下来 欢迎颜色 来看一下积分榜6到